即便是双胞胎的孩子 他们就是独立的个体 他们就是不一样承认个别差异 不要拿孩子去比较 因为每个都不一样 为什么不比较呢 我好喜欢有一个字叫做Unique 独一无二的 以福所书里面讲到说 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 把我们这个人造成了 这个工作 它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艺术品 什么叫做艺术品 艺术品就是独一无二的 艺术品没有两个是一样的 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时候都一样 它同样的规格做出来的一模一样 但是一个艺术品 跟一个生产线上大量制造出来的东西 就不一样嘛 如果说这件衣服是手工做成的 就特别的名贵 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件 就算那个师傅在做出第二个 也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好 哇 那个饼干如果是handmade 是手工做成的饼干 跟那个机器压出来的饼干 就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喜欢画画 如果你喜欢创作 你喜欢音乐 我想你更能够体会 你更能够体会 那个独一无二 同样的一幅画 同样的一幅画 就算我们在家庭里看到 艺术家画五饼二语 同样的一个主题 它可以画几幅 但是个个不一样 这就叫做独一无二 因为这是艺术品 艺术品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艺术品拿来比较 是没有意义的